8月8号复兴节也是农历的7月初一 台湾格举佛学院花莲中心也称为教亲院 8号举办了阿弥陀佛超建法会 普渡玩的贡品生活物资 也发放了300份爱心物资捐给花莲地区的弱势家庭成员 期盼民养两立共赞功德 适逢8月8号复兴节这一天也是农历7月初一 台湾格举佛学院花莲中心 选择8号这一天举办阿弥陀佛超建法会 阿弥陀佛关进天界宇宙无量无边国土佛土 自习皆不圆满 而为接引宇宙一切无量无边众生离苦得乐脱离 六道轮回永断生死所测 只有善没有恶只有好没有坏的永恒光明圆满世界 请来为地球西方过十万亿佛土之处 每逢龙年7月在佛教中是一个重大的节日 称为吉祥月 感恩月 报恩月 消清月 在佛经里面非常的重视 要懂得报四种恩 第一报三宝恩 第二报父母恩 第三报众生恩 第四要报国土恩 要怀着感恩的心来对待我们的父母 三宝世长还有身边的一切众生和生活中的国土 这是佛教非常重视的保恩思想 今年灾难很多疫情失离 因此花莲感觉中心特别举办阿弥陀佛超度法会修法 今天法会修法后 公平的这些所有的公平送给各个弱势的团体 在这个当中最感恩的是随习这些公平的菩萨大德们 他们都是必持着无厌大悲 同体大悲的心行布施 在疫情当中 大家不能前来参加法会 大家可以在家修行阿弥陀佛 经回向法界一切众生 同体法义 因此功德回祥 最后国泰弥安 封调与圣 消除灾疫 健康身体 六四吉祥 礼拜重情 蒙佛接引 往生净土 阿弥陀佛 我来自于西藏 然后在台湾这边已经来来去去的 已经快要八年了 那最主要是我们在状态佛教 要代表状态佛教 里面其中之一感觉的一个宗派 最主要是为了世界和平 终身离苦得乐 拿一些各种的法媒来举办法会 然后这些国泰民 消灾平息 然后为了这样子推广这些法会 那这边台湾这边 尤其是信徒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各种的修法 或者是讲其说法 都是我们都会愿意 就是管理众生愿意帮助他们 在改革中心已经八年多 要就是供修的方面 还是教课的教学的方面 法会举办法会的方面 各种的方式来就是要推广这个佛教的传承 所以主要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领土里面 这些众生离苦得乐 国泰民安 风调与圣 世界和平 谢谢阿弥陀佛 而台湾格局佛学会 花灵中心八号举办 阿弥陀佛操建法会之后 则其将会安排发放三百份爱心物资 给陆氏传递机构 包括玉璃天主教堂 玉璃安德启示中心 花灵原住民儿童之家 花灵启能中心 花灵商务中心 台东县 海端乡 广源部落 江湘公所乡长 有数证发放平民户 和吉安产专人士 透过以下相关当会 给花灵地区弱势家庭成员 祈愿名扬两立 共产功德 就对中心点上到 我们下期再见